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空变化,大刀至简,财富加免 大家好,欢迎来到JBCREPIT的一道 目前的情况还是讲一下 短期来说比特币到底是否已经直跌 还能不能跌 是否有决算上涨呢 好,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上网视频 请点击我们的影片下方的一阶 加入社群 行情绪有消息 如可想了解最及时的消息补充和管理资讯 就加入 好,那我们带过回来海面看一下 当前的位置总许解读 好,目前来说呢,我们看一下 短期来说完,我们看一下前方来说 先看四条级别,四条级图 从前面开始看 有两根放弹阳柱 这个阳柱没有延续,后续下跌 这根放弹阳柱呢,最后触底了 并且在短周期下,一条级图 出现这样的一个双底现象 突破回彩,上涨 好,但是上涨的过程 是处于缩量的状态 对,非常明显的嘛,对不对 量能是微缩的 成交量微缩 所以成交量是微缩的情况下呢 这里啊,多头是非常弱 但后续你看,这里有一个卖盘 过程中的卖盘 在降到水准 昨天晚上 像东八区凌晨啊,这样直跌 它的量呢,达到这样的水准 所以非常非常强势 相对前面下跌呢 这一根量,这一根成交量 阳柱的成交量 是相对前面所有成交量里面最大的一根 对,很明显嘛,最大一根 后续我有理有认为啊,它可能会直跌 所以可能已经直跌的话,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啊 日线级别上 今天的阳柱呢 如果,今天如果收盘啊 今天如果收盘成为一根阳柱 比如说,收在,比如说两万一四百好了 那它的底部啊 大战就是两万一线 所以这里如果说收盘了 那么我们这个 前面的这个阳柱的一个 阴转阳的快换价 大概1968的位置 就会得到验证 同时也是我们下方每个主力资争区啊 得到多次的一些确认 你看这里,看看小图 它这里的话,我们是打到了 打到最低最低是来这个 到这个18603 那这个最低价呢 在日线图上来看 它是来回测了原本这个 整段下跌中 第一个阴转阳 并且构成一个 短周期的多数延续结构的一个 其实位置 所以跟其实阳柱的看法价 18948 得到验证 后续价格是否有上涨呢 OK,我相信有机会的 好,那所以呢 我们耐心等待今天日线收盘 如果收盘的话 大概率啊 今天呢就是接下来的 可能一两周吧 至少一两周 它的行情呢就是一个震荡 比如说在这个 17500到23000区间做一个震荡走势 好 所以呢如果说还要再有一笔下跌 势必好像前面一样 有类似这样的结构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整理区 有一个整理区嘛 或者说你把它看成一个 你看到一个通道也可以 比如说你把它看成一个通道 看成一个通道结构 然后呢通道下破延续 那这里啊我们如果说也要做延续 或是说比较大的上涨 它势力也要有一段时间震荡吧 对不对 如果说震荡了一个月左右 并没有跌破17500 一两个月左右啊 并且呢底部是有明显的 多头买盘比卖盘还要强 那我们有理由认为啊 价格是有机会去突破23000的 这里的话短期来说还是无法确定 目前呢短期来说我认为不用太悲观 至少来说啊 从Coinbase或是币安现货来说 这边买盘的量啊 毫无疑问是比卖盘强的 整段下跌的一个现货抛售 这边买盘啊是零价于卖盘的 对不对 但明确 虽然说它这个买盘呢 它还是美中不足啊 很会美中不足 它的买盘量啊 并没有说到跟前面一样的验证 比如说它如果说 诶 成交量来到跟前面底部一样这么高的水准 那我绝对有认为啊 这里大概率 会构成双底 双底 那这里的它由于它的 买盘量可能不是那么足啊 后续如果说有回踩 可能是买入现货机会 所以如果 目前来讲一下情况 如果说日线级别 重复一次啊 收羊的话 接下来大概率 会构成一个底部抬高情况 底部抬高 不代表够了双底 也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这边 诶很多人说 诶 是不是有个W底 双底 有机会 但你没有考虑的是什么 后续它的上涨 也会怎么样 也有可能比如说这边 诶上涨之后 这样子 走了一个中继 然后去下跌嘛 对不对 也有机会嘛 绝对有可能性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目前来说呢 还无法有一个 充分的有认为 它正确的双底 它到底是个中继呢 还是会双底失败 中途踩破颈线 构成一个蝎形 对不对 构成一个蝎形 比如说我们这边 假设双底失败了 那如果转成蝎形的话 比如说这里 我们换白线 假如说他们 诶 这边如果换成 构成一个中继结构 那它如果说构成一个蝎形 怎么走 也会这样子嘛 不通道都可以 看怎么定义 如果通道的话 大家怎么画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构成一个通道 也是有这样可能性的 我们看一下 画这个通道结构 在这里 好 连线 高点连线 那这里呢 有个潜在通道 那这里来说 目前来说 还无法看出什么形态 目前 仅能确定底部抬高 是有几率的 那如果说今天收羊 那大概率 震荡区就是在 1500到2300 的区间 好可以 现在你听懂 那目前来说 几个理由 第一个 下游阳柱得到验证 第二个 调整时间不足 可能没有这样一个 足够的一个力量 去强势的大幅跌破 17.5 即便如果说跌破了 很快就收回来 因为调整时间不够嘛 对不对 这边筹码换手 大概只有多久 看一下 大概也只有 17天左右 可能不足引出一段 非常长的一个趋势 非常长久的趋势 可能不是那么的 有这样一个理由 所以来看今天的 日线怎么收 那如果说今天 如果收音呢 如果收音是怎么办 收音的话 可能还要再评估 后续一些情况 那收羊的话 大概就止跌了 所以还是非常关键的 今天日线 非常重要 需要关注 好 短期来说 还是看震荡 如果说 接下来日线收羊 看1500到2300这张区 因为讲非常明确了吧 对不对 讲非常明确 看到以太坊 以太坊目前在那位置 怎么去解读 短期来说 以太坊一样 这里底部的买盘 是比卖盘强 买盘 买盘 比下列卖盘强 所以短期来说 认为已经处底 这边来说 一样根本不一样 日线需要收羊 日线收羊 它下方是验证哪些区域 我们看一下 它是验证了这个 993大概1000 1000一线这样一个支撑位 双底仅限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日线的支撑位 看一下日线支撑位 好这里 所以993大概就是1000这个价格 我们双底 这个双底仅限的位置 1000左右 这里也是回踩这个位置 你看回踩 回测验证 这里 回测验证的这个需求位 验证完之后 构成小双底 放在拉伸 这里有没有可能继续下跌 有可能 对不对 但目前来说 我个人是不会介入空单 直接介入的 来观察一下情况 看一下状态 好 所以短期来说 还是看接下来会有一个正大区 做一个大幅的趋势延续 可能比较困难 第一个 调整时间不够 第二个 卖盘下跌卖盘的明显 这根羊主买盘是比卖盘强的 同时有这根拉伸 强于前面所有的卖盘 所以短期来讲 大家有认为 有机会做止跌动作 好 所以讲它明确 还是等他今天日线做收盘之后 再做其他评估 目前来讲的建议观望 好 讲到那边 那如果你想了解 更确定交易资讯 机会和一些资讯的话 加入社群 第二个链接 点击私讯我 加入VIP 打说 我想加入VIP 我想学习 都可以 好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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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